你好,歡迎大家收聽大觀演繹,我是David 今天當然要跟進一下 第一,就是廚房佬兵變完之後的狀況 到底是不是 普京成功地可以拿回足夠的權力呢? 由現在的情況看,我們有些要更新的 也有一部分我的猜測要修正 這是一部分 然後由這一部分順著,也看看中國會怎樣想 面對這情況,中國會怎樣想 以及中美之間的互動有沒有特殊之處 第三部分,當然要跟進俄烏戰爭本身的情況 現在走到哪裏 我怎麼估計7月5日會否真的炸核電廠呢? 因為這是我長期提出要憂慮的地方 但到底俄佬是不是玩真的呢? 現在這一局我們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然後現在開始 好,然後我們討論一下 首先討論一下廚房佬兵變之後的狀況 有幾樣事實我們現在知道 至少有人確認過 第一 廚房佬和他一部份的軍隊 他的軍隊高層和他一部份的士兵 據清 據盧卡申科 白羅斯總統的說法 他們已經到了白羅斯 白羅斯在撥軍營給他們 撥了個廢棄的軍營給他們 但是實際在哪裏呢? 到底是1個還是3個呢? 現在的消息都還是很散亂 未確定 但是 說到實牙實耻就說應該到了 我們先相信他 這個是Fact No.1 Fact No.2 So far來算 直至現在為止 第一普京已經說了 反反覆覆完 最終都是說放生廚房佬和 這個Wagner Group 參與過半變 而又不想留下 全部可以走去白羅斯 剩下的那些就是你自己的決定簽不簽約 即是 跟俄羅斯國防部簽約 你自己想好 這個大概也能確認到 第三件事就是 普京現在 是不是真的進行大清洗呢 消息就很不確定 但是 有一件事就好像是廚房佬自己也某程度上確認 第一Wagner Group 7月1日起 在俄羅斯 其實他就 說停運 但我覺得不是 因為Wagner Group的精兵站還在 Wagner Group的另一部分 現在已經去了白羅斯 所以會不會他用另一個名字 到時拆散了兩家公司呢 這個就有可能 即是在俄羅斯那些就回到普京接收了 即是叫俄羅斯政府接收了 而自己 跟著自己的那些可能會有另一個名字 我們不知道 這個 這個一 二就是 廚房佬就會放棄他在俄羅斯當地的媒體帝國 但是他的媒體帝國是不是這麼大呢 其實在俄羅斯裏面有很多親普京的傳媒 以及一些以前 像塔斯社那些 由蘇聯時代已經留下的 也是親政府傳媒 只不過就是 廚房佬有自己的傳媒的影響力 據聞就是那個他會把他賣出去 就被據聞是這個普京的 銀行佬 普京自己貼身的銀行佬 但是這個是不是完全確實呢 也不確實得了 但是媒體這樣報我們這樣聽 很害怕 第四樣就是 有一位號稱活日將軍 的俄羅斯 現職來計應該就是 這個 太空和天空軍的總司令 這個叫做蘇羅維金 據聞被調查中 雖然俄羅斯傳媒否認這個消息 他的女兒也說他父親沒有被人托 但是沒有被人托 沒有被人調查兩件事 因為他本人沒什麼露面 也沒有出來辟謠 而俄羅斯的官方 的說法也不像 想幫他開脫了沒有罪名 什麼都沒有 那種說法就是類似 其實在調查中 除了他之外 也漏了資料 有份文章說 蘇羅維金另外還有三十多個俄羅斯的軍方高層 都是廚房佬的Club的VIP 所以據聞會不會被人清洗呢 但是如果以現在普京走到今天的情況來看 除了那件之外 其餘那些 最多還有一個叫Tablinsky的人 似乎暫時都不太覺眼在哪裏的消息 即是四月份有消息 到現在又沒有消息 但是其他那些也是Junior那一頭 也不知道名單其他那些人不知道 但是以我估計的猜測應該都是 跟廚房都有過交集的 這個稍後我們會看 首先我們現在能夠確認的就是這幾樣的事實 這幾樣事實裡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呢 我們就逐步說了 在這幾樣事實裡 剛才上述說的事實裡 我們先由普京的所謂清洗開始 其實如果說普京清洗 先要說 普京之前的所謂彈出彈入之說 最初又說卸臉 卸臉下又說要追查到底 追查到底最後還是要卸臉 這壹事實裡 如果由現在各樣的跡象來看 與其說 我想俄羅斯官僚系統有一定的作用 但我想有一點更加重要的 更加根本的問題就是 普京根本吸收不定 Watner Group的人 Watner Group的人 我想他本來的想法 就是Watner Group的這群人都是為錢 是不是 我今天繼續出糧給你 當然出不了那麼高糧 但是 以前出糧你覺得是廚房佬嗎 現在他都對外宣稱 其實我有份出糧 其實Watner Group的錢是由我這裏到的 為什麼他不惜 要沒有被人再制裁也更厲害 確立了 Watner Group其實根本就是你的私人軍隊 為什麼他要說到這樣 這個不是對不對外的 有些說法說他這樣很蠢 他一定會後悔的 他說這些 你不是坐實自己 是不是真的有份 去支持Watner Group 也有份去支持Watner Group犯的戰爭罪行 但是你要回頭想反正他也是戰犯來的 現在普京就算沒有這一條也是一個戰犯來的 去到他那個級數的戰犯 拿到國際法庭 如果用軍事法庭來審判 他是不是也會死掉了 不用軍事法庭的話 他蹲在這裡也可以蹲到他死掉了 七十多歐 是不是 他那些判刑法遲早判到他無期徒刑 你不就也是一輩子 沒得出去 加多一件就不多 但為什麼他說那76億美金 我們其實是資助的Watner Group 一直都是我資助 他是很想拉攏到Watner Group的人 告訴他 其實你的老闆就不是廚房佬 是我 廚房佬就是我的白手套 其實錢是我來的 所以你應該效忠於我 但是問題就是 你這樣說是一件事 聽起來就好像 這樣應該可以控制Watner Group的人 我繼續給你錢 但是跟著一件事 你都很難搞 如果你要吸收入國防部 的軍隊裡面 成為俄羅斯政規軍 實際上你就搞不定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以現在有的資料來計 Watner Group的這群僱傭兵的薪水 是俄羅斯政規軍的四五倍 以我們香港人眼光來計 一個月只有 兩倍多 這樣也算是高 是不是 很低啦 比我們 特區警察 還便宜很多啦 大哥 你不可以用我們 香港特區來給 香港始終是有錢的地方 當然是出得起高薪水 但是俄羅斯本身 我現在就不可以叫一窮二霸 但是你計算人均絕對不夠香港有錢 那怎麼出得起高薪水呢 而且你不要忘記俄羅斯的部隊不是小的 大哥 你真的計算上來那麼多個軍區 他也有五六個軍區 而且俄羅斯的面積這麼大 你的軍隊人數也不少得去哪裡 如果你有 百多萬人部隊已經糟糕了 如果像香港那樣 出糧法 你哪有那麼多錢 出糧給這群僱傭兵 所以如果你說Watner Group 出糧皮的已經算是很高薪水 但是實際上俄羅斯正規軍如果只剩下四分一到五分一的話 就是你當他五千元一個月 如果五千元一個月突然漲到兩萬元一個月 普京聽完四個字就叫普利亞摩 這就不可能 頂不順 你說76億美元 養你大概八千到二萬五萬人 這個經費 加上工具加上其他東西 就差不多了 因為現在的工具 最初他們都是用一些是俄製的 有些數字就不用 可以打折舊的 或者可以 當成本價轉讓的 很多東西有零計 以前 因為普京私人軍 普京當然懂得計算 大哥 你以為他自己不用下架嗎 是不是 你廚房也當是手套 所以普京宣布這個消息 無非就是想哄 然後 還有一個消息 這個消息就是所謂的 全俄羅斯軍隊加工10% 但是我聽完 我代表俄軍 只有四個字 多謝你 真是多謝你 多謝你 多謝你 我真是多謝你 大佬加你10% 然後 如果我是Wagner Group裏面的債人 本來我兩皮一個月 現在我收5500元一個月 我為你效忠 你吃自己啦 普京 屌你啦 所以我想他是修復不了 這班債人 而且我想他算過數 這堆債人 就算你只剩下幾千人 就算你拆散了他來吸收 你拆散了他來吸收他不成戰力 你就只養了行人 如果你吸收他要 放一塊成戰力的話 你出不了那麼多薪金 別人就只會繼續效忠廚房 就不效忠你 因為別人對廚房還是有印象 你說廚房真的沒有錢 不是 廚房本身有錢 他只不過 現在沒有俄羅斯國防部的那堆債人 但你說他收片收得少嗎 這債人 黑白兩倒 他沒有俄羅斯普京來的債人 沒了錢 但他沒有那塊錢 他有其他錢 這債人不是窮人 當然沒那麼爽 但他就不保持這麼大軍隊的規模 所以實際上我懷疑 經常說兩萬五其實我覺得沒有的 現在廚房人去到白羅斯 甚至可能只有一千多二千人 不會過一萬甚至沒有八千 沒有他原本的八千兵 可能更少 你這樣才能夠養得到 而且你這樣才能夠流亡過去 那麼多人流亡過去 怎麼養得到 你以為那些債人是便宜的嗎 每個月 如果你兩倍薪金 我當你兩倍薪金一個月 那你有二千人你自己計算都兩球一個月 大哥 一年都已經 一年都幾千萬 那你不用計算的 有些數 不可能 Anyway 這裡我不糾纏下去 但是重點就是 普京我懷疑 他要彈出彈入 他吸收不了 好了 如果是這件事的話 同時代表 普京的實力其實是有限 如果他的實力很強 真的好像他上電視那種裝了東西的樣子的話 要完全吸收 Watton Art Group一點也不難 拆散他就拆散他 甚至是解鴿田就解鴿田 出了退休金給他算 但是他之所以沒有什麼而想 讓我放了他走 你走了大哥 我告訴你 其實廚房屋的錢是來自於我的 但是你既然不肯簽 我加薪金10% 不過是以國防部標準的10% 就不是你的標準 如果你也是不肯跟隨我 我們就跟廚房屋 繼續找他兩萬元一個月 你不要申請我 但是如果這樣 他也吸收不了 也就是說 你想想以俄羅斯國防軍那麼多人 你連那幾千人 我當你一萬人都吸收不了的話 很弱 這個是 普京我不認為他有能力消化得住 也不見得他 可以用得回Watton Art Group這班人 也因為這樣 其實 可以說他的實力很有限 另外一個體現就是 關於蘇羅維金那件事 普京的所謂的清洗蘇羅維金 我們先假設蘇羅維金真的被人在調查 被人在調查 不單止他 另外一個叫Tablinsky 本來4月已經復職了 現在又消失了 我當這兩個人都被人在調查 而 也當這兩個人 因為CNN不知在哪裡拿到一份 Exclusive 就說這兩個人都是 即是廚房佬的Clubhouse的VIP 但這裏有幾樣東西我們要留意 第一 在他Clubhouse是VIP 就不見得上是代表他們坐同一條船 因為實際上廚房佬都是做生意的 而他亦都很想巴結一班軍佬 甚至他亦都想說一班軍佬 他可以收下消息也好 或者 那班軍佬退休退役 是不是還有其他去向 是不是繼續賺錢 而且這個關係 不是今天才有 當年廚房佬仍然是普京親信 在普京授意下 我相信是特意給他們這些福利 所以 你說因為這樣 你說是不是 這樣就是一種叫勾結呢 有Clubhouse絕對不是 就算西方傳媒拿這些資訊 一方面滿足我們好奇心 另一方面會不會反向認知作戰 就是想普京把自己的能障 不知道 這是一者 二者就是 現在說 他們事前收到消息 什麼什麼 這一堆東西通通都是在廚房都被人移動了 才整堆扔了出去 就是 而這件事 以我們一向對歷史的認知來計 被人拘捕了之後 就很多東西叫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 所以 在這些俄羅斯官方的通訊社裡 拿出來的 言論資料 是還是不是 全部打問號 要格格 不過這也不是最重要 因為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真正要留意的就是 蘇羅維金 現在坐的那個是什麼位 以及就是之前他的履歷 如果你說 廚房人要找蘇羅維金去參與半變 實際上就很難問 為什麼這樣說呢 蘇羅維金很早就已經 他在 最近期 他2017年 其實就已經被調任去了 做了 俄羅斯 的這個太空軍和空軍 因為太空軍和空軍已經聘合 聘合了做一個部門 是太空軍和空軍的總司令 之間打烏克蘭戰爭的時候 他開始的時候 進攻烏克蘭南部的那支集團軍的指揮是他 他有份 在格拉西莫夫被烏克蘭封了之後 大家還記得 格拉西莫夫 去到前線指揮部 結果中了彈 他就說差點死了老產 結果沒有死了 但是重傷 重傷之後要休養休養 那段時間找人待 就是找蘇羅維金 去待 那段時間就是10月 去年10月到今年 到今年1月頭 這段時間他真的是待的 但是待的那段時間也是 啃豬頭骨的時候 正正就是烏克蘭大反攻的時候 上一次的快速大反攻 他總算也算是搞定了 但是一月已經被解職 解職之後他回去做空軍總司令 空軍和太空軍總司令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廚房人就算臨時臨急聯絡他 他想反也不能反也不可能反 因為他根本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調不到兵 你可能說不是啊 他也是空軍和太空軍總司令 這樣 太空軍裡面都包括一定的導彈防禦系統 這樣 他也很大權 各位要記住 今時今日 俄羅斯的軍隊結構 其實中國 偉大主席 習主席 其實就抄了 俄羅斯那套東西 現在什麼五大戰區 有什麼戰區負責 什麼 軍隊負責 訓練 戰區負責調導 諸如此類那些 全部都是抄俄羅斯那套東西 俄羅斯是怎樣呢 俄羅斯的系統是 一個matrix 俄羅斯有幾大兵種 五個兵種 陸軍 海軍 太空和這個空軍 戰略導彈部隊 和這個空港部隊 總共是五種兵種 五種兵種都有總司令 但是五個兵種裡面的總司令是負責什麼 他們只是負責就是訓練 建立作戰理論 建立戰略的那個理論 是這樣的 就不負責 去指揮作戰的 他只是負責訓練 負責建立軍事理論體系 軍事理論體系 真真正正做軍事計劃的 做作戰計劃的 那個當然是去總參謀部 格拉西莫夫那邊 但是他們是不是真的是指揮軍隊 又不是 俄羅斯也有五大 六大軍區 但是每個軍區裡面的軍區司令又負責什麼呢 就是把 用這幾個兵種 五大兵種裡面訓練出來的人馬 他們就會派到每一個軍區那裡去復兵役 去到軍區裡面的軍區 不同的部隊裡面 軍區司令 如果沒有打仗的時候 就負責當地區域的軍隊的管理 以及在軍隊的實地 再加上一些實地訓練 所以軍區司令如果被人打 軍區司令當然要負責 他那區的防務 但是如果真的打仗是不是 是否由軍區司令 帶領自己部隊打仗 你是哪個軍區 你派哪一個 不是 正式如果這次打烏克蘭 就是每個軍區都抽調一些 軍隊 抽幾團 這裡抽三團 那裡抽四團 組織一支集團軍出來 然後再 再另外派司令 就是這樣的做法 這個其實 聽起來很複雜 其實在我們中國古代 一早就這樣走 就是把軍權 即是把軍隊的訓練 計劃 指揮作戰全部分開 中國軍隊每次作戰都是 臨時召集軍隊 臨時 再加派將軍去 找一個人 如果你要跟西邊作戰 就把精西將軍給你享受 是吧 如果有來亂的 如果純粹去鎮壓 就叫做鎮西將軍 如果可以沼虎並勇的 可能叫做安西 因為安的話 可以算是鎮 可以是沼油 可以是虎 給你這些東西 但是一到打完仗之後 就交還不擊兵權 軍隊就回到自己的住宅地 受當地的都督 那些司令去統合 然後那位壞的大將就回到中央 或者回到你原本的部門 就繼續在這裏 這個情況也是一樣 所以 實際上 說了那麼多 蘇羅維金 作為天空太空軍 的總司令 實際上他沒有調到軍隊的權力 是零 不好意思 而且如果以空軍來計更嚴重 因為空軍來計 如果你要做襲擊 如果你要用導彈的話 某程度上 那個chain of command 都不能輪得到 空軍總司令可以出聲 那壇事是完全要繞到上去 不單止是Gerasimov 不單止是格拉西莫夫 不關小伊古事 小伊古名義上他要批 但實際上不關他事 實際作戰指揮他 總參 但這個總參謀長要拿到 他想當日給普京 所以你說 蘇羅維金可以做甚麼呢 這個光頭將軍 我們稱為末日將軍 但其實我們不如叫他光頭佬 因為這個人真的是光頭 光頭將軍實際上沒有壓力 即是廚房打給他 他一支軍隊也無法調過來 沒有 而且他的舊部已經被人拆散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現在我們又要再深入 就是要看看蘇羅維金甚麼履歷 那蘇羅維金到底有甚麼特別呢 有 我們可以這樣叫 以現在的俄軍來計 現存的這些高級軍官來計 蘇羅維金可以稱得上 俄軍裏面的韓信 俄軍裏面的韓信 你聽到是不是很誇張呀 有點誇張了一點 但如果你看他經歷過的戰爭 拿納國的公分 以及他面對逆境作戰的能力 全部合起來一起計算 他一個人的戰力 就等於其他高級將領加起來 也可能不夠他多 即是說你把格拉西莫夫 另外那幾個 的兵種 另外那幾個戰區 甚至你把我剛才提到的另外一個高級將領 Tablinsky 甚至你加上馬利烏波 指揮馬利烏波 那個敘利亞屠夫 後來又是馬利烏波屠夫 你把那幾個加起來 的戰力都不夠他一個人 很厲害 第一他出生於軍事世家 他父親也是將軍 然後第二是蘇聯紅軍時代的將軍 第二就是 他也打過阿富汗 他自己本人在軍校畢業後 就去了阿富汗打 之後也 俄羅斯政變的時候 那時候開始要倒閉了 不是俄羅斯 蘇聯開始要倒閉了 那時候的負責 鎮壓示威者當然有他的份 但是後來 是由葉利欣特赦他 葉利欣就是看中了他的能力 而特赦他 而他是葉利欣提攜 不是普京提攜 但是葉利欣提攜他 他有這樣的本事 之後他進入了高級的軍校讀書 當然成績極為優異 他本身有前線經歷 然後去到軍校又有 高級軍官學校 也有相當好的成績 出來後就打了第二次車神戰爭 有他的份 然後敘利亞戰爭也有他的份 克里米亞那一段 他也有興趣 即直到打烏克蘭這場事前 他的戰力極為豐富 基本上 蘇聯和俄羅斯在那個年代要經歷的大戰 他全部有份 而且也是取得亮麗的成績 而他的升遷 以他的戰功 以他的能力計算 老老實實 一早就應該做總參 根本2012年 格拉西莫夫做總參 根本可以讓蘇羅維金做 格拉西莫夫也有戰績 但他的戰績絕對不會救得上蘇羅維金 那麼亮麗 光頭將軍是亮麗很多倍的 所以 而且你說他沒有組織能力 那倒不是 他有沒有組織力 有 他有強大的組織力 為什麼呢 2017年 軍政的俄羅斯獻兵改革 是他一手主導的 一個如果沒有組織能力 沒有經營管理能力的人 是沒有能力做改革的 如果他只是一個前線衝鋒陷陣的將軍 這些事輪不到他做 但普京也很精明 當他主持完獻兵改革之後 改革成功之後就立刻 本來他是想做獻兵隊隊長 想做獻兵總監 但是結果普京把他調走了 就是任命了他 做這個 航空太空軍總司令 本來他不想接受 因為蘇羅維金出身於陸軍 空軍他本身不認識的 不是他的強悍 但是你說做總參是沒有所謂的 總參其實很多時候是一個 協調聯絡的人 而他也有這個能力 他不是沒有 因為他之前指揮的軍隊不只是純指揮陸軍 因為到作戰部隊的時候 都通常是運偏部隊 你指揮的單位在裡面 同時既有陸軍也有一定的空軍 以及其他兵種在裡面 所以他不是沒有這個能力 他是有一定的能力 但是你叫他純粹做 太空天空軍的指揮的話 做過總司令的話 實際上就變成推了他入後方 他沒有機會接觸到前線 而且 他之前因為不是在空軍 空軍他沒有什麼佈下 所以其實難聽說 普京用救了他 就立刻把他封住了 你可以看得出的就是 每次打硬仗就調他入前線 但是打夠三四個月 最危險的時間 一個就立刻調走他 另外繼續調其他將軍先打 打到差不多了 好了 又有麻煩了 輪回上陣 又找回他 但是只要打完豬頭骨 逆轉完之後又調走了他 然後給他的位置 只是給他空軍總司令 是嗎 之前他當然有管過軍區 但是之後 17年打後 他最長期待的 擔任職務就是 太空空軍總司令 而這個職務是沒有什麼機會打前線 就算他要下令 軍隊出擊的話 都全部由上面指揮了 他的 獨立指揮權幾乎沒有 這就是普京 既欣賞他的 作戰能力和組織能力 不然不會給他那麼多難的任務 但同時也對他那麼有才能的將軍 而且 陳幾何時也做過首都圈 衛隊也做過 外面打仗軍隊也做過 他各種能力都有 所以對他極為忌諱 所以只要過了最危險的時間 就馬上把他扔掉 最近這次打烏克蘭 南部方面軍是他指揮的最初 也成績很好 大家看到南方指揮軍 一直打到進去 整個去喪屎 過了列伯瀑那拳他也得到 以他手上有的那支軍隊 那麼小的規模和那麼流的 裝備來計算 他已經算是很難組織的 已經是很有辦法 而去到最惡劣的時間 10月到2022年的10月 到12月 對於俄軍來說最惡劣的時間 他能夠維持到那條戰線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他是有相當的才能 但是只要俄軍一過了這段最艱難的時間 而去到雙辭階段 普京今年1月 2023年1月即時將他解籍 俄羅斯這場的烏克蘭戰爭已沒有他份 他回去空軍那邊 繼續做總司令 但你可以看到普京是忌他 也就是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當普京是劉邦的話 他是韓信的話 你就會明白這個關係 他 他不可能 他可以的話 他當然很想用他 但也同時害怕他造反 他雖然未必有這個意願 但他有這個能力 好像去到烏克蘭那邊 烏克蘭那邊 最終 由烏巴河 烏巴河以西的烏克蘭市的撤出是由他建議的 當然有人會說 他是不是跟廚房佬合起來 廚房佬也這麼說 但不是 這件事他直接也不是去到處唱要脅 而是當 問到他的意見 他表達他的意見 也跟小姨鼓說 廚房佬跟小姨鼓不適合 但他沒有跟小姨鼓不適合 亦大家不要太看得高小姨鼓 順便一提的是小姨鼓的履歷 小姨鼓是 通牧工程出身 之後他在首都圈和姓喜得堡那邊 混了 十幾年做通牧工程師 最後讓他踏上踏踏踏人物入到政府部門做 然後再給他踏上踏踏踏到葉利欽 然後葉利欽就推了他進入 快速反應部隊裏 變成軍職 但他在軍隊裏面不是做軍職 是做民職 他是做政治職 你怎麼說呢 等於 當年解放軍 紅軍 劉鄧大軍 鄧小平不是做將軍 其實鄧小平是政委 真正的將軍是劉伯成 但只不過鄧小平有相當的軍事才能 但他的真正職位是政治職 小姨鼓也是政治職 而且小姨鼓遠沒有這種能力 小姨鼓難聽說 你當他是太監 他就是太監的負責 他是一個監的太監 就是把事情上報給他 以及代老闆監視著軍隊 這是小姨鼓 但是他跟小姨鼓沒有仇口 蘇羅維金一樣 他照樣很平靜地建議 而這個建議是軍事上很合理的 如果你還是保持著俄羅斯攻勢的話 你拿著 列伯河以西的喪士 有他的價值在 因為你還可以向著奧特撒 向著這個 那個叫什麼哥夫 一時一想不到那個名字 你可以向著那幾個西岸 最後那幾個港口城市打 但是當你發現你都沒有能力再去發動攻勢 你只能有手勢的話 那列伯河以西的手力也浪費 甚至只會令軍隊白白犧牲 所以他做了一個軍事上極為正確的決定 就是全部撤出 留在列伯河以東的那些 用列伯河來造訪 這是很合理的做法 甚至 我估計如果你說 他如果拿得到騎乏 甚至連赫桑和薩普利亞都可以不要 如果純以軍事角度計 守住烏東就算不算 最多在烏東裏製造一定的Buffer 因為你以他手上有的軍隊 怎麼守 但是Anyway 重點就是蘇羅維金 本身 他早就招普京的忌 普京很忌他的才能 亦很忌他的聲望 以他的那個款式 如果他真是 不過只不過幸好他是一個純軍佬 主要是軍佬 但是當年他如果想做獻兵的總監 你可以想像一下 當他在首都圈裏做獻兵的總監 他就一步步踩進政治 或者至少踩一半 逐步逐步就會走進去 但是當然他沒有 以他這麼高戰功 又既做不到 獻兵沒有他份 獻兵改革是他一手主導計劃的 但他沒有機會做獻兵的總監 亦都 在這個軍隊裏面 以他的聲望能力做不到總参謀長 他亦都不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裏面 那你就可以想像一下普京忌他忌到哪個地步 廚房佬讚賞他 他亦都沒有特意特別響應 而廚房佬根本很有機會就是廚房佬 發過VIP 也不是只給他 三十多個將軍 這段是怎樣呢 我個人的估計就是在敘利亞開始 實際上Wattner Group是在2014年才成立 而且Crimea那段Wattner Group 的貢獻也不是最大 Wattner Group 增長得最快 就是在敘利亞戰爭那一場 而在那一場戰爭裏面 廚房佬和副手 兩個才有機會認識到俄羅斯的將軍 如特林斯基 如光頭佬 蘇羅維金 還有幾個將軍 都可以在敘利亞戰爭裏面認識 因為在敘利亞戰爭裏面 Wattner Group是under 俄羅斯國防軍指揮 但是 而那班是戰場指揮 拉西莫夫只是負責高層的戰爭計劃 但比下去怎樣執行 以及怎樣臨場變化 全部都是由戰場將軍去負責 所以Wattner Group更加多交易 是戰場將軍 所以 在那時候已經有交集 但是如果以蘇羅維金的軌跡來計 他不見得他一定會同意 這個廚房佬 的陰謀 甚至他知道也未必可以參與到什麼 他可能也是知道 最多是廚房佬鬼丟的聲音 他最多是知道這些東西 最多的 而且我很懷疑他根本 他就算想幫忙也不可能 而以他這麼精明的人來計 他也不會去參與 你怎麼參與呢 你手上都沒有軍隊可以調動 空軍就算是你作主的 難道派空軍走又怎樣 掩護著廚房佬 一路北上 軍隊的調動權不在你 你只是負責訓練 不負責調動 而且你不是空軍出身 空軍裏面沒有你自己的學生 也沒有你自己的 提攜出來的將領 沒有人會聽你知的 反而是之前 培養空軍的 以及 其餘幾個 尤其是在西部軍區裏面 那些全部都是普京的嫡系人 而且是信德國先生 但如果你看他們的戰力 就相對弱雞很多 果然 獨裁者有鋪癮 因為他怕自己的位置被搶 所以獨裁者有鋪癮是要用一些無能的 而且越用越無能 普京年輕的時候 剛剛上去的時候 還敢用很多的 嬌兵罕將 但是越老就越不敢用他們 因為知道 這群人怕他們制不住 所以你說 普京是不是 蘇羅維金 是不是跟廚房佬勾結 我不認為是 廚房就算打電話給他 而蘇羅維金也不會主動去勾結 自己手上一個兵都掉不動 有用 你說打電話叫陸軍那些 屌你吧 人在人情在人不在 人走就查量 他怎麼屌 但是對於普京來說 剛剛相反 廚房佬這件事 是怎樣 大王 這可是天賜良機呀 怎樣良機 乘機老屈 蘇羅維金 就算不打倒他 都至少可以反抗他 就算不即時解析 但是只要他被人調查得 在整支 俄羅斯軍隊裏 沒有人會再敢走在他的身上 沒有人敢走在他的身上 沒有人敢影響他的機器 他會有什麼影響力呢 這就是普京真正的目的 我個人看 如果你說要鎮壓跟廚房佬相關的 太多事情可以做 而且不只是鎮壓軍隊 如果要做了廚房佬遇太多人 我想他要做廚房佬遇太多 甚至就是很多軍事blogger都要動 那些軍事blogger不是 一會轉到給養位店 不是的 那些軍事blogger 不只是靠廚房佬遇太多 他也有訂閱的 那些廣告收入 他們不要以為 YouTube也有錢分給他們 所以有一群民族blogger 或者vlogger 那些人 那些人當然有很多人在廚房佬遇太多 在廚房佬遇太多 在廚房佬遇太多 但是現在普京沒有取締 當然要繼續觀察 他不會繼續取締 但是我個人估計 如果連Watner Group這群戰士都沒有能力去吸收 只能夠出手這麼低 是俄羅斯軍隊的 平均薪水加10% 而不是保持Watner Group 當然沒有人 因為你要跟國防部簽約 不是跟Watner Group簽約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連收拾 你既不能夠大力殺光 你不能殺光這群Watner Group的 但是又養不起他們 然後讓他們走 這樣的情況 你普京有多少權力線 他能夠做的就是 乘機將最不聽 即是他覺得最大威脅的那個人 那個叫蘇羅維金 就算不對勁他 也令到他周身毅 令到他不敢動 特林斯基也是 特林斯基是負責空港兵 是空港兵的主席 烏克蘭戰爭裏面 他也是帶領著空港部隊 指揮空港部隊去打 第一當然 戰功不漂亮 但他之前的戰功是可以的 這個將軍也是可以打的 但是之前的戰功 在烏克蘭果決 不可以 但不可以不是他一個人的責任 甚至根本就是 你更加要計算的 小伊古 格拉西莫夫 當然還有普京這個死刀頭的責任 就不是關得上他事 但是 他也是被人解職 背了戰敗責任 但是之後呢 本來就說4月 1月正式被人解職 到現在4月本來就被他復出 但是復出到現在又沒有聲音了 而且小伊古剛剛巡邏的時候 巡邏了西部軍區 西部軍區是普京的 是人馬坐的 那個是 軍隊裡面搖之力搖到上去 而不是說立過什麼戰功 參與的戰爭相當少 如果參與那麼少戰爭的那些 通常都是靠人脈的 那些不是 還有可以搖得過的 不是有戰功的 全是沒得比的 所以你說普京是不是真的有能力 我們清洗廚房佬 首先那些是不是真的廚房佬的人 根本就不是 而廚房佬真正的影響力 傳媒裡面他除了收購媒體公司之外 對於一大堆 不是出廚房佬糧的一堆軍事博客 只是廚房佬贊助他們 不是直接出他們的糧 但是那些人他一個都沒有動 廚房佬在聖皮特寶 在莫斯科 裏面的各種生意經營 以現在看到的俄羅斯消息 一個都沒有動 所以如果你說這樣計算的話 普京根本沒有能力 可以完全鎮壓 如果是這樣 而沒有估計錯 即是普京 實際上 這一次的經歷 這次兵變 如果你說權力是否穩固 被廚房佬在那時就穩固一點點 因為起碼沒有廚房佬在那時 天天在抹擦你 天天在紙桑麻懷 少了一條麻煩人 但是你說是否真的穩固到 穩如泰山 很安心 沒問題 如果他自己真的覺得很安心 他就很危險 因為實際上裡面很多東西都沒有剩 為什麼廚房佬肯流亡 除了計算不到數字之外 但是為什麼你要放他生 為什麼你直接不堆壞 也就是說他有所忌 如果沒有所忌他不會這樣做 這不是靠盧卡申科把口 盧卡申科算老幾 其實以他的地位能力 是不夠資格去調停的 只不過他兩邊認識 但如果兩邊的計算都是 不如如死亡婆打一局 盧卡申科說多10次口水也沒用 說多1000倍的粗口也沒用 都是不會聽你的 所以盧卡申科只是一個中間人 OK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普京 那個局 比廚房佬半變的時候好一點 但是實際上依然不牢固 所以他才更加需要借這個機會整人 這個是借個藉口去整人 把他覺得有威脅的人整了下去 或者整到他不敢動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而又只能夠整到這些人 而做不到傳媒 做不到自媒體 做不到官僚系統 其他那些他不敢再追查下去 如果是這樣的話 普京的實力就會很弱 也就是說以後還有氣體 這部分就是如果以普京的角度 那邊的看 就是看到這些東西 另外你可以看看廚房佬 如果這樣在做什麼呢 如果以現在廚房佬的情況來計算 廚房佬是被人放逐 如果以他的軍隊能夠召集規模計算 很肯定就是盧卡申科 把口就安置他們 但是以安置給他的軍營來計算 其實就周圍都被人包圍 當然盧卡申科是不放心的 這不是只是幫不幫普京的問題 他自己也不會放心 因為廚房佬這些人 一旦真的作起反上來 雖然 他在俄羅斯作反也不會成功 就不見得他在白羅斯也更加不會成功 因為白羅斯人更加對他 俄羅斯人還會同情 廚房佬還會覺得廚房佬是愛國 但是白羅斯人對你完全沒有這個感覺 抱歉 關我屁事 四個大字 如果是關我屁事四個大字的話 那你廚房佬在那裡就搞不出什麼樣子 但是搞不出什麼樣子的話 就算伊芬蘇或站在盧卡申科的立場 最好就是減少他 不要讓他招那麼多兵買那麼多馬 所以 比特廢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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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沒有那麼容易招兵買馬 給他安置你 給他爛地 你自己想好 也可以燒一下他人家的錢 自己可以收一下錢 還有就是盧卡申科的鼓劃位 抱著廚房佬的話 表面上替普京解決問題 實際上就是 協助廚房佬尼自重 所以協助廚房佬尼自重的話 第一 如果北約有任何動作 將流亡了過去立陶宛 那些白羅斯的政客 將他送回來 那些反對派送回來 想借著普京倒下的 推倒了盧卡申科 盧卡申科就會找他這位好兄弟 廚房佬尼 廚房佬尼肯定 一般來說 廚房佬的情況 對西方不見得很妥 他也不見得不妥 但也不見得很妥 他也是看銀量 以及看時勢 那些情況 錄黑西方抱著他 或者有機會用他 至於你說 是不是拿到下去 對哈薩哈就敏水 以他現在擺放的位置 他很難可以走得過 因為他走過去 一定要經過俄羅斯 經過俄羅斯 普京一定不會放過他 我喝口水 我試試看 相信這樣的狀況下 哈薩哈那一節的機會小很多 但是 如果你說 暫時就任由他留在白羅斯 一方面鎮住西方 即是鎮住Natal 但另一方面也鎮住俄羅斯 鎮住普京 或者是權貴集團 兩邊都是 要鎮住 因為他很有機會做隱蔽 普京 會不會做隱蔽 我們不知道 但他本人就很有機會 讓普京當隱蔽用 也有機會讓俄國權貴集團當隱蔽 既然是 為什麼不抱著這個人呢 表面上幫普京解決問題 實際上就是在這裡自保 這就是我對他的估計 以及 現在的Wattner Group可以做到什麼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可能是樓掌那邊 當是一張 保護牌保護著 盧卡申科本人 所以這個就是 我給你一些東西搞一下 只要說放不放他回馬里 那些 在馬里那些就繼續努力 但是你說會不會在這裡放過去 那就再說了 就不會這麼急 或者可能要跟 廚房都講數 或者收到一些銀糧 或者一大輪 至於你說會不會這個時間 任得普京去殺廚房 我想普京這個時間 如果他連廚房佬 在俄羅斯的勢力 都未能夠連根拔起的話 你說 想走到盧卡申科的地盤 直接走去暗殺廚房佬的話 雖然普京做了很多測試 但是這一次的情況來看 我認為他不急著要殺 如果那麼急著要殺他的話 早就可以當場堆壞他 不用接受盧卡申科的調停 接受盧卡申科的調停 即是他沒有能力消化 他沒有能力消化 這一時三刻如果那麼快就堆壞盧卡申科 肯定 他國內就反到七彩 所以 不是殺盧卡申科 即是殺廚房佬 抱歉 如果你說普京急著現在殺廚房佬的話 喂大哥 殺了他怎麼辦 剩下 剩下大堆壞 和同情 廚房佬的人 不就糟糕你全部犯 你普京怎麼撐得住 撐得住就不用那麼麻煩 不用聽盧卡申科說話 當場堆壞廚房佬就搞定了 但他不是這樣做 就是自己計算過不夠實力 實力不只是軍事實力 還有國內的人亡 因為廚房佬有相當人亡 在俄羅斯國內 如果現在這樣堆壞他 他是愛國者 他最後放下了圖刀 他是以外國者的身份 他不想俄羅斯人 互相殘殺流血 你不要理 俄羅斯人拜就行了 我們外人看會覺得不拜 但別人在裡面覺得拜就行了 用不著我們怎麼想 如果別人在裡面拜的話 你普京怎麼出手 一出手你就糟糕了 到時陷阱都嫌棄了 所以我不認為 現在普京會有這麼大的興趣 還是斬殺手手腳腳 最重要就是盡量污名化 廚房佬 如果要動廚房佬 和他的舊部 他只有 不斷污名化 污名化裡面當然是貪污腐敗 其實很多的錯誤決定是由他做 諸如此類 真正出錢的是我 出力的是我 但是這些如果做來做去 別人都不妥 也不服的話 那你普京這次 怎麼可以繼續做到事呢 所以我反而估計 廚房佬暫時都可以安全 至於普京會不會派特工去殺 廚房佬 他會 他會派 但是你說盧卡申科會不會把他獻頭 如果要把他獻頭 你早就不用幫他調停 不用那麼煩嗎 幫得他調停 就要拿他來做護身符 拿得他來做護身符 當然要保護廚房佬 更何況 你以為白羅斯軍方很喜歡普京 或者很喜歡俄軍 當然不喜歡 大佬 你現在擺在那支軍隊 等於就是你管我們 白羅斯原生的權貴 就是什麼都不是 二等貴族 不是二等公民 二等貴族 實在就是不是貴族 你比平民更差 因為你還要擔驚受怕 提心吊膽 你盧卡申科 你也有味 大佬 抱得住這傢伙 先抱住 普京叫為勢所逼 他沒有辦法 他鎮壓不完 他自己軍隊裡面那幾個人都是廢 他任命的人 或者 不是那麼廢 在他指揮之下 就會自然變廢 那你可以怎樣 唯有逼著硬吃 都是這樣硬吃下去 我猜情況 會是這樣 而全房佬就暫時做吉祥物 在白羅斯裡面吉祥物 可以被努卡申科拿來自保 普京也算是把麻煩都扔掉在那邊 他一時三刻也消化不了 廚房佬那些勢力 唯有慢慢消化 消化完之後才說 這一刻就不要激發到 內部矛盾更加尖銳更加激烈 然後就有機會整肅 光頭佬將軍 蘇羅維金 另外一些 看起來不太 有能力 他未必立場有問題 但是太有能力 他怕騎不住的人 這就是 當前俄羅斯的情況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中國又會怎樣呢 看到這樣的情況 中國會怎樣想呢 這個考量 你看得出 歐盟代表團 傅聰說的那些說話 以及之後 他們 不是之後之前 去烏克蘭那時候 談的那些事情 你看得出 他就要 有些走路了 或者應該這麼說 對普京 那個信心會進一步下跌 你說即時放棄 他又很難 因為 如果你即時放棄 就倒不是說 哎呀 好像 很不夠盟友 不是 計算而已 因為 到現在為止 他對著美國的壓力 實在很重 美國給他的壓力 重到那個位置 如果你 不抱著俄羅斯 的話 實際上 他很難對抗下去 抱著也對抗不了 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分分鐘 還要止蝕 因為如果普京 有第一宗兵變 可以出得來 將來就可以第2、3、4、5、6、7、8宗 你不知道而已 什麼時候 不知道 但是遲早會有 尤其是你現在在烏克蘭戰爭 越打越頹 你找多少人來 你怎樣替換都沒用 亦都這樣說 實際上 俄羅斯能夠找到最厲害的將軍 無論是 蘇劉維金 還是你找 幫你打 你要出的就已經出齊了 最好的人馬 最好的資源 你已經全放上去 但是你仍然打到 群拉腐脫的樣子 然後現在會慢慢來跟你玩 以至到你現在只有爛仔招 中國左度右度 即是你很不行 而普京的威信 普京這一種政權 他的威信只要一路下跌 形象一路下跌 反而就會遲早的事 現在只不過是 廚房島開了第一槍 但是後面陸續有來 所以在中國立場就說 這個人抱不過 這個人不行 再這樣抱下去不行 所以你見開始 某程度上 有幾分冷淡 本來已經冷淡了 現在更加冷淡 因為中國如果我要援助你 大哥要有見見結果 如果我支撐你 你能夠一路支撐下去 能夠令到歐盟 美國 在歐洲抽身 即是在歐洲沒辦法抽身的話 人家打到群拉腐脫 你已經佔領了整個烏克蘭 下一步加上白羅斯 你下一步已經威脅 波羅的海三國 哇 美歐朝頭爛牙 這樣就不一樣 你牽制到 台海這邊 大陸有鬆動位 就算不打 不直接武統 跟美國說話就有壓力了 但是你現在這樣的情況 我再支持你普京下去 越支持越心 你無底洞 現在就是這樣 普京一手人 你中國都不肯賣武器 你寧可他走來香港 取走你的美金 都不願意 走去賣武器給他 你就算到中國計算什麼 普京他不會支持的 烏克蘭俄烏戰爭對俄羅斯 最多就是有好處的 不會那麼容易惹到制裁 美國人不吵 他就繼續做生意 就像之前 印度人 跟賣俄羅斯的石油 沒問題 美國人也沒出聲 而且 印度人中毒 印度人中毒是用盧比 你死了嗎 你要想換 你要找地方換 你想換美元 你自己想辦法 我只是找盧比 你要不要 不要就扔袖 這樣的態度 是吧 所以 以現在 美國給的壓力已經夠大 中國已經沒有興趣幫一個輸家 但是即時走開又不行 因為即時走開又撐不住 而且還有一個很現實的考慮 他始終很想拉攏到歐洲 因為歐洲很多時候表現出來的態度 至少歐洲雙界表現出來的態度 中國會覺得有辦法商量 喂 那裡有辦法商量 我們都要看看我們這邊怎樣 你說俄羅斯贏到尼紅尼勒 那當然是另一件事 俄羅斯連雙持的能力都開始沒有了 戰略上頂住 雙持 繼續打持狡戰的能力 看起來都沒有多少剩 這樣的情況下你還站在 那麼 還是繼續死之遲爛支持俄羅斯 不是辦法 現在是時候要謀求自己的利益 尤其是如果 最終烏克蘭打贏了 烏克蘭本身就是一塊肥肉 整個重建已經有很多 有得來玩 其實 中國已經錯過了很多東西 如果你一開戰爭一開始 你就批准俄羅斯站在烏克蘭那邊 將來的重建有很多機會 但是你現在沒有 而也很明顯的一件事就是 好像是明教授說的其中一個策 即是他上中下下下的四策裏面 其中有個狀況 那個狀況是說中國 能夠一直堅持俄羅斯 長期消耗對手都做不到 這是長期消耗自己 我之前已經說了 其實我從來都不認為 支持俄羅斯是可以長期地 是可以支持到的 是消耗到西方 是消耗你自己的 甚至乎現在去到一個景地就是 即是 你現在這樣撐下去 那個的 那個的 幫俄羅斯支持都做不到 本來他有個目標就是 可不可以幫俄羅斯指示 即是撐一個懷言 讓俄羅斯看面下台 這個也都包括了外交划算 但是沒有 普京是不可能可以這樣做的 俄羅斯的權貴或者肯接受 權貴圈可能接受 普京絕對不接受的 普京一接受他玩完 他玩得完 而現在中國的行動估計 我之前也都 認屎認屁給我 我提過的 其實這個對於中國來的就是 大王這可是天赤良機呀 這個也是一個好機會 為什麼呢 因為 第一當然是謀了中亞 那些地方有豐富的天然資源的地方 那些影響力 他可以謀了 即是把俄羅斯 有份支解 另外一件事就是他應該都在考慮 就是 看看 俄羅斯權貴圈裡面 會推給人出來 他現在不會落罪 因為你俄羅斯自己也沒想到 但到你想得到的話 他就會落罪 而普京的勢越來越途 如果烏克蘭 現在不會這麼急 我想收割都差不多 收割到七七八八 我想18日先搞定 先脫身 然後才開始 很有機會這不是一個春夏季大公勢 是秋季大公勢 而春夏季現在是為大公勢做前期準備 這也是非常合理的 因為 你 看一看那個情況的話 用這種方式 先掃除所有障礙 甚至是核電廠解決問題 你長驅直進就不用怕俄羅斯要玩東西 但是現在這一刻 俄羅斯有太多春袋在這裡 太多春袋都在握 如果你說真的太快手 或者有些事情還沒想到你就動手 真是俄羅斯要發瘋了 你真的很麻煩 我都說他發瘋核彈不會弄壞核電廠 他膽敢做 等你 他俄軍也會受影響 他的心態是說什麼 你以後要不要這塊地 你以後也沒辦法用 我拿不到我連你也不給你 這些混蛋做得到 俄羅斯人是神經病的 你想想他習慣招土的 而且現在不是招自己 還是招人家土的 更加無所謂 所以在現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烏克蘭慢慢推進 亦都 亦無不可 Anyway 稍後再講 現在講回中國這段 中國這段我猜的就是 我想他甚至連 你說撐俄羅斯 現在這一刻也不會 我想他的心態已經實勝 由得俄羅斯打輸了 如果俄羅斯輸了 是 去到一個 中國會 去到一個更加緊迫的境地 但是 俄羅斯現在的政局 尤其是 俄羅斯自由軍 在別爾哥羅德活動 都沒有煽動到別爾哥羅德獨立 然後走到烏克蘭那邊 也是 廚房佬 來搞的時候 又不見到首都圈 又風起雲湧 這不是表示 普京的權力強 而是表示俄羅斯民眾 那個作反能力太低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是戰後 打贏了 打贏了後倒的 只是普京 就不是俄羅斯這個 寡頭政治 不是這種模式 即是說 所謂的俄羅斯 普京倒了後就變成一個民主自由的俄羅斯親西方的 這個應該不會出現 他的所謂親西方最多都是暫時叫做跪地棄豬那 因為你被人制裁得太厲害 俄羅斯權貴就叫做什麼都好 即是你解封我啦 你給什麼我啦 但是長期都會是在一種被 盯到實目 不受信任的狀態 但如果在這樣的狀態下 俄羅斯的經濟想好都難 而俄羅斯的民眾生活也想好都難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反圍是容易滋生一些極端思想 即是一如 第一次世界大戰 德國打敗之後 納粹興起 所以很有機會的就是 俄羅斯整體的反圍未必會散了 即是未必會崩潰 或者會這樣說 可能東邊這一邊 那些地方進入一種半獨立狀態 印古十那些地方會不會自己打自己不知道 車臣那些可能會獨立或者半獨立 你說卡德羅夫他沒有這個能力 也沒有想過會有本事 可以走到莫斯科那邊自己坐進去黑工 沒有可能 沒有人會支持他 如果廚房都沒有人支持他 他更加沒有人支持他 俄羅斯拳貴圈裡面 不過是一隻小丑 一個先都不值 是普京一隻狗 是一個小丑 但是車臣謀半獨立 如果以俄羅斯 都是以來時的情況來看 就有他 俄羅斯也沒有辦法 你沒有這樣的實力 但是權貴圈就只是想著 暫時總之繼續唱著戲 繼續 做一天和尚敲一天 總之有錢賺就算了 但是有一站很失望的民眾 估計就會被極端主義攬著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實際上俄羅斯的政體 只會是 要是重新走向更獨裁 要是在寡頭政治之下 很長時間 但是無論哪一種情況下 反對於中國的滲入是有利的 這裏我不帶任何感情 或者不帶任何的 我純粹是計算數來評論 OK 是反而有利的 因為這種情況下 西方要跟這些人打交道反而不容易 不是說有錢就可以的 或者我繼續給你生意 就算莫斯科裡面 和聖基德堡裡面那些人 多認真 中國也好 但是那一刻 到時到後那一刻 他可以 比較容易拿到條件 或者起碼有些東西動作的 起碼是中國 容易談 而中國為了自己的戰略位置 為了繼續跟美國要支持的話 他完全沒有俄羅斯張牌也不行 所以很有機會 他和俄羅斯權貴圈 現在可能會合作 不過是暗鏘裡面合作 但是現在這個合作也沒有出面 現在要看他也不會落著 要看你是否真的搞定普京 如果普京 過得到這一關 又過得到夏年那一關 所以過得到這一關 不代表他贏了俄烏戰爭 他可能會這樣輸了俄烏戰爭 但是對 俄羅斯國內加強獨裁 而加強獨裁加強監控之下 居然還可以繼續生存 那我就繼續養小經子 但如果不行 那就去權貴圈那裡落著 所以現在大陸是不會落死 現在是不落著 一直維持著馬 在那邊左望右望左望右望 看看誰出好賊馬 但是這種情況當然會造成的就是 短期內好像有所得益 仍然維持著俄羅斯張牌 但是中長期計算就是沒有人會相信你中國 包括你說伊朗北韓那一大堆 全部都會覺得 大哥 有什麼事 我靠你我就死了 不如自己另謀出路 伊朗你已經看到的 有一陣子開始另謀出路 如果不是的話 不會通過法國佬那一邊的話 似乎跟美國佬在埋桌 所以 那個情況下 中國短期內可以多少自保 或者保存俄羅斯 或者保存自己的籌碼 但是中長期在其他國家計算 會更加孤立 這就是我估計中國的情況 而對內可能會持續得更緊 現在越持續越緊是有原因的 其實他也在害怕的 但是 即使你持續得再緊 可以發揮到的效力也有限 始終人的忍受力是有限的 而且持續得這麼緊 如果沒有經濟會一潭死水的話 老實說你的武器也不會好到哪裏 你的軍隊也沒有辦法壯大 你也不用指望可以武統台灣 不要說武統 你最多打了認知作戰 玩和統 你不用想 但一旦沒有了武統的威脅的話 老實說以台灣國民黨的那群股惑政客 你覺得他又會真的跟你談下去 所以 這裏的情況就是 是這樣的 我們下一節最後 就是 玩一下俄烏戰爭 俄烏戰爭來算 烏克蘭其實一直取得進展 進展不快 但是實質 而且現在你可以說 正正是 巴克蘑是一個方向 巴克蘑其實扯走了俄軍一節的 一堆的注意力 這是因為普京的低能 和國防部的無能 某程度上 但是無論如何 因為扯走了的話 所以實際上 現在倒轉頭就在 頓列遲黑 其他的地方 和這個Saprovisia 其實也有進展 而且是由之前說的那幾個據點 那些名字我都不知道怎麼讀 總之 大家找回 早幾集之前 有一集我連一張圖都畫出來 不是廚房的那張 是另一張圖 就是畫了現在 烏軍的據點在哪裏 從哪裏進發 如果你看一看 他繼續向著他們要向的方向進發 就是說 俄羅斯的防線一直向後撤 也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目前為止是在抵抗 但是 不是有效抵抗 反而是烏軍 雖然很慢 但是一步步繼續修復地方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據聞 現在我看過的消息 不是7月3 7月5日之前 他們要求 Sapparicia核電廠清除所有人 所以 現在就快要7月5日 現在就看看俄羅斯會不會發瘋 做這件事 但是做這件事 會是誰的命令呢 這個就變得很有趣 是不是普京的直接命令呢 還是國防部那些全家產搞不好的命令呢 這個就有得雙抗 因為如果 據ISW的報導 現在就很有趣的 俄羅斯 廚房佬雖然 被兵變失敗 但是我也說 他養了一群博士 而且除了他之外 還有一群右翼到爆炸的 那些鼓吹戰爭 但是鼓吹戰爭得來 現在他的戰爭已經不是對著烏克蘭 現在很搞笑的就是 這群俄羅斯博士 這群軍事博士 他們的主戰場在俄羅斯 就是跟國防部交手 國防部就要求 要求他們 不要再亂報了 經常說我們輸 我們沒有輸 我們現在還是能控制的 沒有輸了 接著博士說 我吵你了沒有蘭花蜜 你這傢伙 小姨古 格拉西莫夫 你這傢伙 這樣就是 直接就是這樣 直接在網絡上隔空交火 據聞搞得連普京都下場 等學兜面被人叻叻 搞成這樣 但是你想想 那群博士 不怕死嗎 大哥 而更好笑的就是 俄羅斯不一定有審查的 有審查的 為什麼不拘捕人封艇呢 為什麼不封他們的帳戶呢 這就是 我很多集之前 曾經分析過俄羅斯的基本盤和中國有什麼不同 中國 怎麼都因為有共產黨 習主席他怎麼不要共產黨法 但是如果他沒有共產黨 他控制不了 好像今天那麼恐怖 控制得那麼厲害 普京的問題就是他沒有黨在身 他是一個人 全靠自己個人的魅力和威望 所以當他的魅力和威望急速下跌的時候 他會騎不住自己下面的那群人 現在他就是兩邊 你說是不是也算是他的基本盤自己人 某程度上也是 他也是靠右翼支持的 他甚至是當初那群超右翼是受到他鼓勵的 那群極右 那群已經近乎 是俄羅斯式的納粹 或者是俄羅斯的法西斯 根本是那群人 最初也是普京縱容他們的 普京的戰招本來是怎樣呢 就是既有極左共產黨 又有極右 這些不知民族黨還是什麼 然後他就告訴別人 你想不想要共產黨 你不想要 支持我吧 他又跟你一邊的人說 你想不想要極右發瘋的 周圍要打架的那群人 那群人看起來都神神化化的那樣 那個俄羅斯式舊式的那些大鬍子 你要不要 你不要 選我吧 他用這種方式 然後自己是右的 但是他就特意丟個極左極右 其實就是讓票和那些影響力去他 他就是 就是 溝女策略 我聽說過那些溝女高手 教你的就是記得帶你的朋友 但是如果你本身 質素一般的話 麻煩你帶一些癌痕的朋友 因為那幾個夠騎乎是癌痕的 那你跟女側根看起來 你一對比看起來也是正常一點的 那就OK的了 但是當然小弟沒辦法 小弟身邊的朋友全部都太優秀了 小弟就是最癌痕的那個 所以搞到現在還是單身狗 Anyway 那個情況就是 本來普京是想用這種方式的 但是現在出事了 因為你自己一手培養極右極左 你現在騎不住 你的形象光輝就是 那兩個騎乎是癌痕 那你就說而已 但現在不是 現在問題就是那幾個就繼續騎乎癌痕 但是你是騎乎癌痕兼無能 現在變了 你的形象已經盡毀了 現在變了就是他 一定要找人 你現在國防部 以及這群極有blocker 你站在哪邊 你站在國防部 好像有軍隊支持 但是在軍隊裡面 實際上最會打那幾個 你就毫難被你整肅 沒有整肅都在調查 在鎮壓 你現在有的手上有的 就全部都一般地打 有些是一般地打 有些是一般地打 小姨股就不用說 根本是太監監軍 完全是沒有能力的 他只是因為你撐著他 你也是借他來控制軍隊 你說那群軍隊有的那群全部是無能的人 極多幫你輸了一場戰爭 到時候 真的去某個位置 因為俄羅斯權貴看起來 屌你不能對勞 最終大家團結一致 大家終於找到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人物 他說 如果你找到一個聰明的 沒話可說 但在權貴眼中找一個聰明的 我又要找到一個普京武力吧 找一個麥康那種就好了 奶油蛋糕 最重要是哄女人票 那不一定哄女人票 只是哄男人也可以的 你找一個美女來哄男人也可以的 最重要是哄人選票而已 形象優秀 哄到人選票 嫁人要嫁他了 現在不要嫁普京了 普京已經變成一個七八了 嫁給另一個 那不就行了 權貴圈後面又繼續操盤 這當然是找一個沒有能力的人 像麥康那些 權貴圈才能控制得住 但無論如何 問題就是 如果普京都不敢直接封了這些帳戶 不敢直接封了Telegram頻道 不敢直接封了他 你的FSB留在這裡有托用 有春用 有什麼用 你的FSB是要用來對付這些 你只是用來對付廚房佬 不是吧 你不是那麼慘 但是如果 你削到這個位置是你不敢動 這堆人的話 那堆人可以繼續在Telegram 在他們的頻道上吹水吹到爆燈 而你依然是沒有他扶的 那有什麼用 即是你的底子其實弱到不得了 有個問題就是如果弱到不得了的話 他會不會發瘋了 俄羅斯那群發瘋博家 有班真的會說不如你吹核 但是如果他真的跟著他這樣吹核的話 那他就不斷先 他軍部 軍部裡面正常的那群不會支持你的 大哥 吹核 不是說你炸了核電廠的話 以風向和水流的方向的話 其實最傷的就是俄羅斯自己陣地裡面的那群俄兵 而不是傷烏克蘭 當然長期的傷害會很可怕 但是短期上首先受的就是俄羅斯軍隊自己 甚至加上一群親俄羅斯的烏克蘭人 是他們先硬吃的 就不是 就不是你烏克蘭那邊的人 那你怎麼辦呢 你軍隊肯不肯制 你格拉西莫夫在後方肯 前線那一集誰肯 那天將軍屌你自己第一件事 自己坐直升機回去俄羅斯 那邊的那些 那些基礎 我還留在那裡和你指揮 你也瘋了 大哥大將也走了 我們那些兵當然走了 大將走我當然走快點 如果去到這樣的話 你覺得 督戰隊會和你留在那裡 你督戰隊第一個教腳走人 是權貴來的 那群混蛋 是權貴的鷹犬 那群鷹犬都會自己走的 你只留下那群人礦 狗菜的留下給他們吃輻射 那現在的情況就變成這樣 那群人礦那群人就走去吃輻射 然後那群人就走 那群人走了你打什麼 不用打了 那場章就輸了 但是前線裡面 到底有沒有人 我未必覺得他們是瘋 而是說 有沒有人收水或者做死事或者收好處 要做些什麼 這個是說不定的 俄羅斯現在裡面的政治已經開始混亂 如果想堆救死普京的話 炸爛了核電廠都未上不可 就是說 權貴變態上來 索性整個命令 我收買一兩條士兵 走去發瘋 那你呢 那幾條士兵可能 或者是死囚來的 或者是什麼來的 反正不能走的 一開始拉撞丁拉回來的 你這條命遲早沒有了 不如這樣 我付錢給你家爺仔 總之他們以後都可以有好處 但是你要做死事 然後你走去核電廠炸爛 然後他就被國防部和普京一起揹 那權貴圈沒有說不行的 因為揹的那一定是那兩棵人的 國防部的刺頭和 無能的刺頭和 和這個無能的普京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然後他就大糟糕了 你軍隊也會吵咬你的 軍隊裡面的兵無戰心 散了 那你親普京的人士就全部散了 你再怎麼叫到你自己的士兵 做這些瘋狂的事 你闢謠也沒有 你也不敢闢 你真是闢謠就更差 你連做壞事的能力也沒有 膽也沒有 那又死了 所以如果權貴圈搞這些賤事 不出奇 所以現在要留意一下 希望 當然你說善良願望良好願望 當然不想這些事發生 但是俄羅斯裡面的內鬥已經到了一個相當激烈的階段 只不過表面看不到 但是裡面現在打到七彩 只是言論空間已經在打交易 而普京明顯是不敢動那幫人 也就是說普京這一次 所謂是不是大權在握 你開玩笑 有大權在握 至於說 他也是周伯通識的 左右互博全都是自己有的 幾年前發生這些事就是 現在不是 你現在已經搞到這樣的樣子了 俄羅斯人沒有能力反抗你 但是你的權貴圈裡面反抗你 現在開始玩你了 給你難題 目標是要拿了你的權力走的 他們不是要造福人民 絕對不會 但是那些人是為自己利益而已 但是他 跟了你普京夠久了 而且也被人制裁得久了 那些人也不想 所以會想辦法 撞死你普京 甚至連軍部都撞死了 如果親普京那群軍佬死了 或者那些士兵散了 所有戰爭的責任要全部撞死了 輪不到你這次不撞死了 那麽普京就連翻新盤也沒有能力 那FSB那些是很狡猾的 情報圈裡面情報投資出了什麼是最無情的 整個官僚看來講 最無情的官僚就是情報佬 其次是稅務局 因為稅務局謀情度上有些位都像情報佬 但是情報佬是最無情的 那些人 亦都是這樣說 他們一向定位是我跟老闆的 他們說自己去做老闆就真的不容易 而且他們也不享受 因為自己做了大老闆之後 你反而不能繼續收集情報 你只是負責給別人分享情報 你就沒有分別再去自己收集情報 那些人反而更加不安 做情報佬那些人 搞到最上位做到主攻的只有普京這類人 很少數 但是普京現在做得長都開始賤 其他有些大部分特務投資都沒有興趣 因為做到最高位反而他們覺得是不過癮的 你以後不是直接掌握情報那個人 反而你沒有了情報佬 你沒有了情報佬 在情報佬眼中他們的情報就是 情報佬 我握著你這麼多狠狠的Springback 握著你的春袋 若至你是最高的No.1 我也有你的春袋在手 你敢不敢動我 但是他一離開這個位置 以後就開始是你被人配合情報 就不是你配合情報那個人 那你就大狠狠 但是Anyway 如果FSB到時一轉換的話 你就不斷先 就是 整件事就是另一個世界 所以這幾天 留意著希望 即是戰極都不要出這些招 但是 這個可能性是有的 甚至可能都不小 而不是普京自己絕望就下令他 普京一絕望極都沒有這個power做 他做了他死硬的 所有禍就會進入他 雖然你說我都蠢了 我不差再蠢多飯 蠢多飯 無所謂 有些後果他吃不下去 有些後果他沒所謂 有些你罵我 你不是罵我 我也是 Wardner Group是我贊助的 有很多人道主義罪行 在阿尼普那些都是有我份的 吹什麼你都在制裁我 你國際 我最重要告訴別人 是我擲裝 但是在這些位置 你瘋狠了 如果搞到變成世界大戰 或者搞到俄羅斯正式 被美國北約軍隊進攻 你這個責任我不敢揹 而且你明知道打不贏了 現在已經是 我為什麼要跟你揹 這個責任 普京不肯做的 但是 在一種壓力 和在 一些權貴在另外的操作下 會不會這件事發生了呢 不知道 希望不好 但是呢 以俄羅斯軍隊的控制力 也有機會出事 因為 俄羅斯軍隊現在是混亂 其實不會有很多古靈精怪的聲音 也不會被廚房兵變 雖然失敗了 但是起碼是發生了 而不是發生不到 發生到 和發生不到是 一條很清晰的界線 兩個世界 來的 所以 現在的情況 俄羅斯戰爭是差不多 烏克蘭是有進展的 但是俄羅斯會不會發瘋呢 7月5日 而且這個發瘋並不是 一定是普京下令的 也不一定是國防部下令的 可以是一些權貴圈 兜過一圈 做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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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是怎樣看下去 希望不會有事情發生 今天就趕著 夠了場了 幸好中間不是好咳 是有些淡的聲音 清清後龍就搞定了 多謝大家收聽 歡迎大家留言 like and share 和subscribe 及subscribe 及subscribe 謝謝我 遲些再談 拜拜